经常挨炮的人都知道 如果你躲在掩体后面 是没办法扛住一发坦克炮弹的 作为陆战之王 坦克的威胁到底有多大 今天毛哥找来一辆T-72主战坦克 T-72坦克是同代坦克中体型最大的 由前苏联在1967年研制 到1992年的时候就生产了2万多辆 曾经让整个西欧都瑟瑟发抖 当时T-72非常先进 搭载微型12缸发动机 拥有自动装填系统 能下5米深的水 最关键的是造价还便宜 但说实话 现在战争中坦克的作用 已经没那么大了 弄不好就成了铁棺材 连毛哥自己都说 坐在坦克里有点害怕 空间狭小不说 脚下还踩着40枚125毫米炮弹 心里着实有点慌 那么坦克里都有什么呢 这是两个瞄准器 一个普通的用来发射炮弹 另一个是负责发射导弹瞄准的 旁边这个是夜视瞄准器 自动装填装置 可以自由切换炮弹种类 宁导不同的模式 就会装填不同的弹药 这是三个控制开关 改变炮塔的功能性 根据不同的环境自由选择 控制坦克炮塔非常简单 有个像游戏手柄一样的东西 轻轻转动炮塔就能来回移动 右边有个按钮 按下可以发射炮弹 左边负责控制机枪 操作非常简单 但如果这个装置坏了 还可以切换到手动模式 通过飞轮可以控制炮塔移动 一个负责水平 一个负责垂直 两个飞轮手柄上 还设有大炮和机枪的手动开关 两套装置能确保万无一失 这里是指挥官坐的位置 指挥官是铁力活 因为观察口是手动的 需要很强的力量 但T72非常智能 通过瞄准镜锁定目标后 可以标记 标记后炮塔会自动瞄准 被标记的位置 炮手只需要按下射击键就行 驾驶是和汽车一样 各种仪表开关 左右两边各有一个控制杆 下面是油门刹车离合 右手边是挡位 会开手动挡的都能开动 T72的炮塔上有一艇机枪 用来歼灭步兵单位 车顶还有一艇12.7毫米的高射机枪 用来消灭空中单位 但这艇机枪非常沉重 不太好用 这就是这辆T72的大致情况 虽然是一款很老旧的汉客 但有些设施放到现在还是非常实用 那它的火力如何呢 接下来就来测试炮弹的威力 今天准备了三种弹药 第一种是重达23公斤的穿甲弹 通常用来打击重装目标 然后是常用的高爆弹 威力应该不会小 还有一种是重6.5公斤的刺口径穿甲弹 拥有两个穿刺弹头 穿吐能力十分恐怖 某个准备了两个测试目标 一个是沙袋堆成的防御攻势 下面先热个身 刚刚使用的是高爆弹 沙袋组成的防御攻势是最常见的 但根本扛不住坦克的一发炮弹 只用了一发就打成了这个样子 人如果躲在后面就废了 第二个测试目标是混凝土墙 它能扛住吗 刚刚发射的是一枚穿甲弹 打墙感觉就和玩一样 碎片飞出去200多米 墙面也只剩下了几根钢筋 如果碰见了坦克 躲在墙后面是行不通的 接下来再来一发高爆弹试试效果 如果换成高爆弹 那效果会更加壮观 刚才墙面只是被穿了个洞 现在这面墙直接没了 如果是洞房子的话 估计也成了碎片 现在再试下刺口镜穿炸弹的效果 刺口镜穿炸弹并没有很强的爆炸效果 但穿透力是相当恐怖的 三面墙全部被穿透 干净利落 丝毫不拖泥带水 坎克的作用现在虽然没那么大了 但仍然是陆战之王 TG2这种老旧坦克 放在很多小国家 仍然是大杀器 对